下紅燈小心一點 起黑的大馬路上 警方提醒民眾小心過馬路 下一秒竟發生激烈衝突 男子不斷出手攻擊 一旁女子連忙制止 還要警方不要攻擊民眾 只是喝醉酒 怎麼會搞成這樣 日前北市警方接獲報案 新一區路上一對男女深夜搭乘Uber 40歲黃心男子疑似酒醉失控 下車時進猛踹保險桿 讓駕駛直接報警 但急放到場後 想將其押上車 就是不願配合 黃心男子嘴裡不斷飆罵髒話 大喊只把過當 傳出他是電影最後真相的製片 還參與多部電影製作 一系列脫緒行為造成員警受傷 最後是以五萬元和解 判刑兩個月 緩刑三年 警方依傷害妨害名譽及妨害公務罪 將其移送罰辦 到底喝了多少酒為人失表 卻大半夜在外大吵大鬧 這下被警方送辦 恐怕工作也不保 記者楊七號陳明軒台北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民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